大家好 歡迎收看大新聞大爆掛 我想這兩天大家都看到了 陳時中還有蘇貞昌 立願現行記 插話連發 真是想講什麼就講什麼 而且說出來只是等著被嗆爆而已 隨便舉例吧 譬如說陳時中說在去年 沒有人敢買BNT 因為沒過三期 可是不對啊 我們隨便一查都會發現 世界各國是成千上億的買 難道他們都不是人嗎 因為現在歐美禁令的關係 所以打高端 可能沒有辦法入境美國 但陳時中就反嗆啊 說世界也不是只有美國 那大家在問說 我們的第二劑疫苗到底在哪裡 沒有想到孫昌院長竟然說 他沒打也沒事 所以一點都不用急 不過說到底對啦 對政府來說最急的是什麼 就是萊豬之後 現在吞吧吞吧 何時吞定了 我們看到就在昨天呢 台灣已經正式 遞鑑申請要加入CPTPP 好那麼首要之物 第一關呢我想應該就是要迎接日本核實 除了要面對這個日本核實進口的相關問題 那麼接下來面對中國大陸 台灣還有哪些關卡以及會如何的建招拆招 都是我們接下來討論的重點 不過在這邊我先到聊天室來看看大家 趕快趕快來到這個子頻的聊天室收看我們大新聞大包掛 如果你在主頻上收看的話可以也趕快移駕到子頻 同時我看現在這個聊天室的人數已經又跳到破千了 那按讚 按讚的話很重要 這個都基本動作 以及幫我們分享出去好不好 還有這個推播以及這個 訂閱 這個訂閱數呢我們好不容易 最近緩慢爬升 爬著爬著還是爬到來到了這個45萬的訂閱 對45萬多好那麼希望呢持續還是幫我們往上衝 當然是衝得越快越好啦 那好我看到大家都說來了來了 好多刷好多愛心喔 好那 很多人就開始直接反向成時鐘了啦 說什麼高端二期都沒有完成 對高端只做了1.5期 他說你不就是以880億元買500萬劑嗎 這是搖滾貓 一開始呢就直接在我們的聊天室留言 好網友安說丁丁 都打兩劑丁丁丁一名啊 說你還在催好說蘇貞昌 好我們這個稍後呢都可以好好 大家來交流交流討論討論 不過在這邊呢 一樣監督政府邀你同行 如果還沒有加入中天會員的朋友可以考慮一下 透過每個月的小兒贊助呢 可以失職的 保護中天 支持中天 好先為您介紹第1個小時的節目來賓 首先是我們的時事評論員王淺秋 前衛好觀眾朋友午安 好那麼另外一位呢是還在趕路他快到了快到了 好不好時事評論員黃偉翰 等會呢會加入我們討論 不過我想啊我不知道淺秋跟我感覺一不一樣了 因為我們發現這兩天陳時中在立法院是全面開戰 也就是說他完全不演了 真的是想講什麼就講什麼 我快氣死了 好現在看到這個 我們分主題來看 問到 BNT採購案的部分這是這個民進黨立委 賴香琳他就問說 你去年為什麼不買BNT 那 去年不是東洋要採購3000萬劑嗎 那就最後破局 好是不是 這個 疏失 因為政府整個措施了這個採購3000萬 BNT疫苗先機 好那 陳中就回應說 現在我當然說敢買啊 但去年9月 BNT還沒有過 三期一次要買3000萬劑 誰敢說 敢買 沒人敢買啦 是這樣子嗎 我跟你講很容易查的 你去Google也有 2020 就在今年各國的採購狀況 我們看到事實上從去年開始你不管是這個 英國 美國 日本 歐盟 加拿大 其實你會發現喔 成千上億的買喔 都是 1萬 3000萬劑啦 1億2000萬劑 要不然隨便歐盟 2億劑 都是這樣一個數字啊 所以 網友就會想說 你說沒人敢買 這些國家 不是人喔 浅秋 笑死人了 真的是睜眼說瞎 你要先歡迎韋漢一下嗎 韋漢先讓他整理一下 整理一下 因為我 剛剛先會說你快要氣死了 我其實我聽得我是笑死 因為實在是 他在立法院 不停不停的發怒 然後不停不停的 咬起來 對 就是 伯仇叫 起屁面的那個 那個氣勢跟概念 也就是說 他說我講錯一句話不行嗎 問題是 他是每句話 幾乎機率非常高的是錯 那這個錯 是不小心的錯 還是惡意的說謊 我覺得標題應該是要下 你為什麼要一直在說謊 你一直以為 照理說我們國內的觀眾朋友 我們國內的民眾 會不了解國際的疫苗 跟相關的資訊的掌握 所以理論上 指揮中心應該要掌握到 你所有的最 核心的國際的資訊 在你手上 我們相信如果你專業的話 你應該 就是你講的話 就是代表是 真正的 所謂的規則 或是國際的法則 就根本不是 你全部都在大內宣 然後在喜言論 然後在騙人 最可怕的是 連這麼基本的嘗試 當然Google都知道的數字 還哪敢拿來騙 如果說去年跟現在 2021年 時空環境有什麼不一樣 一年前 記得當時 國際上的疫情有多麼嚴重嗎 歐美國家 在這麼多的人類 病毒跑得比人類快啊 當時他們有這麼多的染疫的情況之下 當然要趕快追 雖然說當時 這個BNT還在二期的研究臨床 但是他們已經在進行三期啦 各國的政府 包括川普 包括各國政府 一定都是 下了重金去支持 不管是國產的 或國際的 只要有本錢 可以有機會拿到 有效疫苗的 這樣子的一個廠商 全力的下重金 去各自補助 為什麼 因為這叫做超前部署 那時候才病毒剛發生 想辦法加速這個疫苗的研發 然後趕快先搶先有 然後 買到那個當然是 可能有 投資的項目 會有失利的 但重點是就在於 趕快拿到 然後趕快救自己的人民 很重要 因為如果 這個國家的政府的領導人 是以人命 為重要的標準的話 那現在我們政府不是啊 人家一年前 大家都為了人命 大家在搶疫苗的時候 當時的確國際上 還沒有很多 可以被國際認證 而且施打很普及的 這樣的疫苗 但是這一年過後了 他當時說誰敢買 結果事實證明 大家都在買 買很多 英美大國 大家都買了那麼多 英美是不是你最 當到老大哥 他講什麼話 他放的屁都是香的 人家都買的時候 你還說 人家沒有買 不敢買 然後或者自己 因為這個理由 而不買 那個真的是 華天下是大機 3000萬嫌太多 他買個200萬 這種小不拉機的數字 現在人家那個 隨便我們 比我們窮的國家 平民所得比我們低的國家 捐我們的可能都是這個數字 看看現在時空環境 當然是不一樣的 他就在這個時空環境 全球都已經有了 非常成熟的技術 好的國際疫苗的時候 被國際認證 跟市長的疫苗的時候 我們反而今年 去認證那個二期臨床 如果你說二期臨床不能夠用的話 為什麼我們台灣的高端 你卻 還有聯亞 聯亞是連二期完成 當時都還沒有 還沒有UA 他就敢去簽約 拿我們人民的納稅錢 都是你我口袋裡的錢 還有我們台灣人民的人命 就從口袋裡拿了錢 本來說二期不行的 在人家的標準裡就不行 他今天就說可以 只要是我喜歡的疫苗 那是為什麼 是不是當中有很大的利益 還是你的主子 你的老闆 蔡英文叫你這樣做嗎 剛剛他還講了 不是講了一句話說 全世界不是只有美國 因為他另外一個說謊 就是說 美國其實沒有阻止我們 我們是在核准名單 後來又被打臉 AIT直接打臉 震天想 不要不要的想 可是這個時候他說 他說美國不是世界的唯一的 國家的 世界不是只有美國 世界不是只有美國 他是不是也要去總統府 跟蔡英文報告一下 你們不是以為世界只有美國嗎 現在可能還有日本 因為還有核時要進 可是這上通的 一再一再的說謊的時候 在立法院答詢 他們代表的是什麼 立委是民意委託 票選出來 你代表人民在發生的立委 你敢一再的說謊 而且態度輕蔑跟不屑 你連基本尊重民意的民主思想都沒有 到底憑什麼拿我們國家納稅人的錢 去做這個職務 你把人命當做什麼清賤的 不在乎的 政治操作的籌碼 然後一天到晚說謊 把專業知識放在後面 當大家是白癡在耍弄 那我們的人命在他的手上的時候 是多麼可悲 又多麼危險的一件事情 我們再問一次 為什麼你要一直的說謊 一直是說謊累不累啊 竹生昌跟他們都是 一樣的這個路數 那我們人民還要忍多久啊 對 潛秋說陳時中一直在說謊 那在聊天室裡面呢 大家也都炸了 每一個人都認為陳時中就是惱羞成怒 那我要請教偉翰的事 因為陳時中 昨天在立法院講說 BNT疫苗去年沒有人敢買 可是調出資料給你看 世界各國就是成千上億的賣 他說因為沒有人敢買的原因是 三期還沒過 那奇怪了 我們的高端只做1.5期 你還不是也買了 聯亞呢 聯亞那時候還沒有解盲 你還不是也訂了 對不對 加起來 還不是各訂1000萬劑的開口合約 你都訂啦 所以這個 你要怎麼自圓其說我不懂 對 剛剛潛秋在講的時候 就潛秋講得太好了 都已經要 把我要講的都講完了 想說我要講什麼 客氣了 我們就來講講500萬 三期 跟 國際大廠 這三件事情就好了 先講500萬 我們知道 因為這裡已經有做CG了 我就不用給大家再修圖了 5月28號是我們 中華民國的 衛部跟高端立亞各欠500萬的日子 你注意這個時間 摩羯座A型的人的時間控 5月28號你簽下去500萬那個催下去 你看我們還冒煙有沒有 七道都冒煙了 水神啦 5月28 你簽下去 那請問你 什麼時候才開 二期期中的解盲記者 我來考籤 請問你只要不知道 就說不知道就好 沒關係 這個來賓幹嘛一直問我 請問大家 高端在哪一天開 二期的期中 就只有那3800人 不是3萬人的三期 是二期期中的解盲記者會 是哪一天 是不是6月18 還是6月10號 10號是 我記錯 6月10號早 先發生還是5月18號先到 你連二期 6月10號在後面 對 5月18是6月10號的 往前推10幾天 對 那你現在是怎樣 二期的其中的解盲記者會 你都沒聽 你就把它吹下去 那這種狠釁 我等一下做比較知道 這第一個 什麼時候給高端 EUA 7月17 不要再問千惠 6月10號 二期解盲記者會 7月17 強行通過 高端的EUA 但是在這一件事情 發生之前 5月28就已經 你慘慘把他吹下去 可是你大家都不要忘了 因為我在我們節目中講過很多次了 時間控 513518兩次 蔡總統講說7月要打國產疫苗 他在視訊過後在總統府講一次 他跑去CDC指揮中心之後再講一次 總統兩次開進口下軍運狀 你說誰敢不過誰敢不買 500萬就欠下去了 500萬有連結了 500萬 不知道他好或不好 也不是國際大廠 也沒有所謂的東南國家 搶到翻過去 我們必須先下 我先跟大家講這個講話是有邏輯的 因為當時有人問說為什麼都還不知道有沒有效 就簽下去 他說因為先簽下去才保證以後我們不會買不到 對 講得好像說他是國際搶手的東西 到現在為止今天已經9月20幾號 沒打完 誰來搶高端了嗎 我們自己人都沒搶 他自己也生產不出來 我們也沒有人搶 也沒有中邊國家講說給我高端 然後不然就其余免談 沒有 所以這個假設是錯誤的 第二個再補一句 先前立法院第1批編的預算是135億 裡面115億是要買疫苗的 那115億那20億是幹嘛呢 就是給我們原本有4家 包含國光升級後來退出的 他第一期的臨床試驗 劑量抓不準 只要你通過完成第一期就給5億的補助金 所以當時拿了5億補助金的時候 就已經講有優先權了 你不要再講這一些 就算全世界搶著藥 因為我們是幫助高端跟林亞研發的 國家 我們是中華民國給了他5億的補助金 我們本來就可以優先購買 即使大家都去搶 但是並沒有人搶 好 第二 你欠500萬 你說怕人家來搶 並沒有 你說你要給台灣的民眾打OK 那你不知道好不好嘛 你也不知道會不會過嘛 所以你就500萬試看看 似乎沒人去逛夜市說 不然這個 顏書記來一包啦 鎮奶也來一杯就好了 吃飯也好吃這個買的 大概這個概念 部長 你不知道好不好的高端 你就500萬吹下去了 那你去年林權要買1000萬BNT的時候 你是用500萬來幫助標準 我就用500萬來問部長 那你為什麼不要買 BNT500萬 為什麼你只願意買200 一開始還講150 150再多不行就200了 雞蛋不要放在同一個籃子上 林權後來幾次他的股東會 還有他的董事會 他講說 我們當時東洋也是希望能夠 買到這個疫苗 跟上海復興 他透過上海復興跟香港復興 談1000萬 31塊到32塊美金 如果能夠買到3000萬 台灣一個人打兩劑就有1500萬人可以打 價格可能可以再談 所以他的目標是3000萬 他的 基礎底數是1000萬 只要我們能買1000萬 那個買賣就可以成 去年的東洋 結果呢 責中心說不要 東洋退步講說好了 那你要買多少 200 200我沒有辦法買啊 一定要1000 東洋的董事會自己開了會決定以後說 那我們自己出資 花錢買這800萬去 承擔了以後如果沒有人打 因為自費施打嘛 就我這得變成是我 公費了200萬 自費了800萬 湊起來還是1000萬 買賣就能成了 這樣大家聽懂我意思嗎 你沒辦法政府不買 那我自己掏錢來 我自己來弄好了 政府還是不要 也不行 所以現在到底是怎麼回事 為什麼高端 一下子還不知道好或不好 就500萬就買下去了 連來也500 那為什麼BNT 千惠解在這邊很清楚 雙方來個特寫好了 全世界各國去年的7月 都已經買到翻過去 幾億劑在買了 人家在喝東西 你是不能稍微參考一下 世界大廠的BNT疫苗 你為什麼只願意買200 然後後來破取 這就是為什麼這兩天 大家在列法院問的問題嘛 我不知道陳中部長為什麼會這樣回答 他說沒有三期沒有人敢買 那這句話 正好才剛剛講出 所以就回力標從這邊就插回來 那我們現在高端根本也沒有三期 你還不是纏纏要買下去 對不對 那你要怎麼解釋呢 所以 這些東西 因為其實已經事情過了 好那我們今天再拿出來談 是因為在立法院這幾件事情 陳中部長都無法跟大家說服 3加11說沒有會議紀錄 我告訴你 他在跟那個 3加11會議紀錄 那個應該是 陳焦華立委 是時代力量 昨天我們有看那一段 光是陳焦華跟 陳中部長兩個在那邊存在 不然就是沒有 不然你要怎樣 那個過程 都已經成為會議紀錄了 原來法院都會紀錄啊 你去看立法院的那個意識公報 裡面他會寫得很清楚喔 比如說委員生氣 或是他拍一個桌子 或是他停頓不講話 他都會寫得非常清楚 立法院的 他說我沒有辦法 我開會不可能做紀錄 陳中部長 你賣工賊 沒有人叫你下去寫 吹禍也是 我們不是叫你本人去美國吹禍 有人做紀錄 有人去吹禍就可以了 這些東西都不做 然後呢 4月10號晚上 這麼重要的一個 3加11的會議 到底哪幾個專家發言 那當時有沒有提出反對意見 大家要看的是這個 你到現在為止都沒有 然後 人家美國要打兩劑 昨天中午 蘇院長 對不起 不是中午 昨天早上9點的時候 蘇院長到立法院一下車 在立法院的那個 後門接受訪問的時候 還在強調一次說 沒有啊 11月那個什麼 打兩劑完整入境的 沒有台灣 我那時候聽了以後我也嚇一跳 為什麼我們台灣是跟美國 已經建交了是不是 建交國他也一樣去啊 你有看到那個巴西的總統嗎 對啊 人站在 紐約的街頭吃屁股 但我覺得他可能是因為不爽 故意的 他不打疫苗 他是 他是 南 南美洲王世堅 巴西王世堅 因為王世堅堅哥不是講說 他當最後一個打疫苗 巴西的總統講說 我要最後一個打疫苗 那他可能也是對他的 國人承諾 所以他沒打 然後呢這一次到聯合國大會去的 所有的國家領袖都有打 那美國現在是這樣 紐約是說沒有打疫苗 至少要一劑 沒有打疫苗的人 禁止進入餐廳用餐 對 結果他就生氣了 就跟他的那些大臣們 在路邊吃披薩 美國是玩真的 巴西的總統都不能進到餐廳吃飯 所以等到11月到了 沒有打兩劑的人 那觀眾朋友 現在目前我們台灣打疫苗的人 已經到了1000多萬人了 可是打兩劑的呢 只有100多萬 7.3%最新的數字 這個是今天最新的數字 我們現在打 疫苗的人數有1168萬 但這個東西你不用參考了 因為 美國是要完整接種 就是兩劑 對 現在打過兩劑 只有171萬而已 好兩天之間要跟大家報告 一個 這171萬 因為現在高端還沒有打第二劑 應該都是屬於 AZ跟莫德納 這些人 11月以後 他們可以去美國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需求 可是接下來高端的就不知道了 第二個 我們現在看的是美國 其實我們台灣去美國的人雖然多 去日本的更多 以以往來講的話 那日本常常是美歸日隨 等到日本如果說他可能 跟進 對他也跟進 沒有完整接種 而且他還限 那個疫苗的廠牌 那美國現在第一波宣布的是 只有莫德納 BNT AZ沒有 AZ還沒有 可是AZ有被WHO認證 所以呢 AZ跟國藥科興大陸疫苗 很可能最後美國在上路實施那個政策的時候 他是會接受 那大家記得在8月的時候 我們的那個 陳時空部長跟美國的 AIT的新處長孫小友見面的時候 開口就問他說 可不可以認證高端 好我看到政府官員的那個 努力的因為有七十幾萬人打高端嘛 包含蔡總統嘛 那到時候如果不行 看起來其實基本上一開始是不會 不會放行的啦 那怎麼辦 所以施打之前你就要先說明 打高端可能會有 沒有辦法到某些國家 這個要跟民眾講清楚 那至於民眾想打什麼疫苗 自己去做選擇 對 這個打高端呢 你可能到了11月之後 你沒有辦法去美國 那這件事情誰很關心 民黨立委高嘉瑜啊 他第一劑就是打高端啊 所以他在這個 昨天在立院質詢的時候 他就特別問 到了歐美11月的疫苗 護照的相關禁令的部分 那當然他 特別提出來他說 他還有混打的問題啦 就說他第一劑打的是高端 那第二劑如果要出國 是不是可以混打 所以這部分呢我們來看到 陳時中也好孫昌也罷 他們就特別講到說 這個不是針對台灣來啦 台灣本來就 沒有限制啦 也跟高端無關啦 可是沒有嘛 很快就被AIT打臉了嘛 AIT說從11月開始是 針對 所有外籍旅客 成年的外籍旅客 如果要搭機赴美 必須要提供完整接種 就是兩劑的新冠疫苗的 證明 那 所以 高嘉瑜就問說 那和我一樣打高端的人 是不是也等於是被限制出境 不能去美國 陳時中這時候就回嗆了 這就是經典語錄啊 世界也不是只有美國一個啦 那高嘉瑜說 那總統副總統 以及其他官員 可能也都有接種高端疫苗 那現在因為政策改變 沒有辦法出國了 高端混打 有辦法加速進行嗎 陳時中說呢 時間都會盡快啦 會跟美國溝通 設法解決 所以這還是沒有回答 那我先請教 潛秋的 我不知道陳時中世界也不是只有美國 啦 這個 什麼態度啊 第一個 那第二個就是呢 我覺得也不用擔心什麼 蔡英文賴清德要訪美 因為陳時中老早就講了 9月27號就說了 政治意涵大於防疫意涵啦 自然會有妥事安排 對啦 關於這些政治人物元首級的 確實是這樣 可是對於 一般小民呢 一般民眾來說呢 是不是他們就沒有考慮到 一般人民的需求啦 他這樣講我覺得還蠻驚訝的啦 驚訝什麼 就是說他真的敢跟他老大哥說 世界不是只有一個美國啦 對啊怎麼敢這樣說啊 因為我覺得 吳以為他心目中只有一個美國 什麼都要聽美國的 美國說了算 跟他後面屁股走 那這個時候前面 一天到晚拿著美國老大哥說了什麼 來 國內的疫情指揮中心 武漢肺炎的時候 去跟大家說這個不行這個不行 因為美國怎麼樣美國怎麼樣 但現在這個時候就不一樣 就說世界不是只有一個美國 那當然啦 我一直在重複講到這件事情 聽到說這個高端不能夠 進到美國的這個可能性 很高很高 也許最後還有一些機會說不定 但是目前為止完全不行嘛 那我其實最期待最期待的件事情 就是看看蔡總統 他的這個有沒有under table的另外一本 小黃護照 其實是打了別的疫苗 對那其他的疫苗 可能這個時候才有機會曝光嗎 終於危機解密 解密蔡總統實際打了什麼別的疫苗 可是其實這對於國人來講 影響真的非常非常大 而且這個是一個非常長遠的重大議題 為什麼 當美國開了這個第一槍 其實荷蘭也是 慢慢歐盟國家可能說不定也會跟進的時候 國際都在流通的時候 代表了一個自由移動之下 美國他當這個如果以國際的規範來講 是以這樣的規範 不會有高端的話 那台灣就是真的是一個國際孤兒了 我們的公民 聽政府的勸 還有疫苗就打 然後全世界最安全的疫苗 他是這樣宣傳的 然後再沒有告訴你任何可能的副作用 很可能的風險之下 就叫你去打了 那真的愛你民進黨的 聽你話的這些人 其實現在通通都變成了一個國際孤兒 72萬人 對 而且你去不了美國之後 接下來可以可見的 其他國家 漫漫歐盟等等 其他國家也會跟進 但是東南亞國家甚至都有可能 當然不知道等到疫情整個到了 到時候一個階段之後 當全世界 一定要在疫情中重生 必須要自由移動的時候 這個規範 這個你打過哪些疫苗的 這個證明跟護照 代表著你國家的國民 有沒有可能 因此而經濟重振 或者是在國際旅遊重新 不要不要講別人 距離別人的國家 連我們自己國家 一直在鎖國 一直鎖國 一直邊境封鎖情況之下 國內的旅遊業 餐飲業 真的 內需的產業 他們掛光了 那你沒有錯 你們這些大官們疫苗都打兩劑的 而且大部分都打莫德納 比例最高的 你們都無所謂啊 他們沒差 只有聽你們民進黨宣傳 中黨愛民進黨的這一群塔律班們嗎 我不知道 他們真的 用心的相信你的話去打的時候 現在出不去的 那可能有些人實際上就是 外資的公司 我所知道的外企 在台灣 國際的企業 他們是就是規定 如果你打了 他就是要你有疫苗 他需要國際移動 需要出差 你如果真的相信他 你去打了高 你就是沒有辦法出去 就是不符合 公司的規定的時候 你就完蛋了 那你如果排不到該怎麼辦 像我有朋友真的是特別全家人 一家幾口 花了快100萬 這是有能力的人才有辦法 跑到 關島去打 回來還要在14天隔離 全家人去隔離 然後費用都非常非常高 咬牙就要做了 為什麼 因為他們小朋友有得要出國 或者他爸爸 需要出去出差 那其實外資公司 外商公司 就是有這樣的規定 那你把這些 相信你的小老百姓 置於何地 你只會一直騙說 不會啦 一下子騙說美國 其實是 把這個規定 把台灣排除在外 然後騙來騙去 騙來騙去 結果回到原點來檢視 台灣什麼時候 可以從這一波的疫情打擊 裡面站起來 我們可能就真的遙遙無奇 只能一直不停的 靠著鎖國鎖國鎖邊境 我們人進不來 人出不去 其他去國家 這個國際貿易 或者是真正去求學 會有需求的人 完全是被忽視跟默示的一群 其實講到也很習以為常 他連人命 會不會因此而喪失 他都不重視了 更換管理的便利性 但是對國內的產業衝擊 將會繼續重重的持續的 衝擊在台灣的整個產業 因為沒有辦法復甦 只能一直靠著鎖國跟風景 其實如果你早在去年剛剛那個 BNT你講好的時候 人家大家全部都在下單的時候 你好好的按照規矩來做就好了 你卻偏偏現在這個時候來 騙大家打了 對你自己有利 有股票嗎 有股價嗎 有利益輸送嗎 不知道 這樣的股 你有好處的疫苗 可是卻害得我們現在人民怎麼樣 疫苗次打率兩劑這麼低 然後卻也出不了國 自己鎖國自己封禁 台灣的經濟 一直要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夠重建天子 所以我還要補充 補充一下 因為剛剛前來講這個 我很有feel 因為 陳生部長講什麼 世界不只是美國 對 你在講什麼 台灣現在緊抱大腿的那個腿上面就寫美國 你不知道嗎 中華美國的總統 他最希望去的就是美國 聯合國的總部就在美國 美國的華府 美國的國會也在美國 你不知道嗎 蔡總統的這個接下來任期 不是好多人期待他去美國國會演講嗎 問題是蔡總統現在目前 打了一劑高端 9月30說要打第二劑 他就是這一次的TA 高端族群 我跟大家講 陳中部長也被 前天的那個下午記者會被問的煩了 他在講說 這會有政治的安排 來我先跟大家說第一個安排是什麼 就是美國同意 高端變成是 認證的疫苗那就沒問題了 那這個可能性極低 因為美國其實他是防疫 他連下AZ他都是 他都是沒有施打的 AZ金融軍卻一開始都在討論很久 所以你現在要在WHO沒有認證的疫苗就同意 那你同意的蔡總統就同意了其他所有打高端的人 這個機會不是零但是非常低 但是如果有打高端的人跟你有關 接下來兩個跟你無關的 第二種狀況是什麼 是美國 提供其他的疫苗給蔡總統打 或蔡總統自己在台灣打了莫德拉BNT 那不是糗了嗎 很糗啊 那你要跟大家講啊 有去美國需求的人請勿打高端 你在施打上面你後面要括號有沒有 那個喝酒請勿開車嘛 你每一個你現在等一下看完我們節目你就去看看 那酒下面都有寫 飲酒過量也會健康 喝酒不能開車對不對 你要警示嘛 打這個疫苗 但是打疫苗不能去美國打個X 對不對 你要跟大家講清楚嘛 所以蔡總統第一個狀況是 你就必須補打 第三種狀況就是 你也沒有補打 美國也沒有認證高端 但是因為尊重你是中華民國總統 所以 美國人自己有打疫苗 算了就讓你來 這是只有可能 但是 第二種跟第三種狀況都與你無關 等一下自己唱阿榮的歌與我無關 因為這七十幾萬打的人 你不是蔡總統啊 美國不會因為你說 我想去美國我有打高端 他就讓你進去 不會的 如果美國沒有普遍性同意高端被認證的話 所有打高端的人 有去美國的需求 但是我今天也 話講一講再轉回來啦 我也很了解啦 這72萬嘛對不對 72萬打高端的人 對 基本上民進黨支持者 也不少 也不是只有七十幾萬 真正有去美國需求的人 早就自己避開 他根本沒有打 所以這些會打 高端的 這個台灣價值很高的 很喜歡民進黨的 就支持蔡總統 817萬歲的 他其實基本上 要去美國的那個 怎麼講機率其實是偏低 他可能沒有那個需求 有商務會有旅遊需求的人 就要去 那陳中部長你應該要了解 就是說 今天 不能去美國這件事情 在施打之前 就應該先跟大家講了 這才是負責任的態度 對啦我看你講的沒有錯 不管要求學 或者是要經商 其實那些人很多人都比了啦 就說很想打高端 可能最後還是把手臂 留給國際疫苗 因為比較方便嘛 好那 我剛剛一開始就已經有講了 其實這兩天在立法院 你真的看得出來 這個陳時中 很嗆喔 而且真的是對這個 立委們 全面開戰了 我們接下來呢 來討論到3加11的部分 除了在昨天呢 跟這個 陳焦華委員 你來我往之外呢 還包括了跟國民黨立委 鄭鄭錢也是 鄭鄭錢問他說 台北萬華新北盧洲的疫情 病毒從何而來 他問是3加11道也是破口這件事 陳時中就說 病毒源頭是世界衛生組織正在調查 美國認為是從中國來的 鄭錢就問啊 我問的是台灣5月爆發的疫情 陳時中回他說 目前你找不到 關聯證據 從桃園延伸到萬華 從萬華延伸到諾富特飯店都沒有 不明感染源可能是坐飛機來 從海上偷渡來的 都有可能 他在說什麼 淺秋胡說八道一通 他也不管民眾信不信了是不是 真的是 我覺得已經白癡到了極點 真的是已經 難怪你說你會笑死 當無腦 這個病毒我們前 開玩笑說是從 土裡面長出來的 現在直接說是偷渡來的 他們相關的 國安局啊還有海防相關單位 要救責啊救責啊 民進黨政府 你們的病毒是從 偷渡來的啊 天啊就有這麼多病毒 而且你記得嗎 當時在 萬華爆發的時候 指揮中心的記者會上 曾經公開的宣誓過說 他的很多的病毒株 在經過檢驗之後 抗體的這個相關的檢驗 是同一個路徑 同一個家族的 家族的概念 就這個時候又 又為了要撇清 包括范雲為了要 要撇清 要撇清 甩鍋一竿二釘的切開 說哎呀偷渡來有可能 這個市長 我就覺得 忍銷尾很像那個 腦筋急轉彎 胡說八道 這個是我們政府 官員在立法院 答詢的態度 這個當然所有的路徑 沒有辦法 病毒傳染的途徑 傳染鏈 不一定 百分之百可以查到 但我們台灣才 極力 嚴格來講 理論上在這個清查的 過程當中 當然所有的路徑 大部分應該可以追查的 當然有很多因為你不肯 普篩的關係 很多的 不肯驗抗體 這兩個都是 其實很多的途徑是 可能感染 確診 卻沒有被發現而已 這個是你們的確 政策上造成的結果 說不要讓大家恐慌 結果等到 發現這個好處在哪裡 好處其實是在這裡 甩鍋很方便 你今天講 是跟這個 諾富特有關 明天講跟他沒有關係 你都自己自打耳光每天想 可是回頭你只要Google一下相關新聞 翻走過 必留下痕跡 你講過的話 通通就通通不算數了 那這個時候在這裡 發現講這種話 什麼病毒是從 偷吐來的 會坐嘴 會坐會人家 真的是讓大家笑死 真的把他當白癡啊 就是我們跟他 跟他對話有一點這個喪失 我們自己的這個 他不用太認真 他講的話其實都是 把大家當白癡在騙 可是其實我們的人命 就被這樣的人在玩那種時候 我只是覺得可悲 對 可是因為政政前問是3加11的破口 到底是不是破口 那陳生就再跟你扯中國啊 他說病毒的源頭 美國說是中國的 來的 來甩鍋永遠都是這一招 永遠101招都是有所有的錯 都是老共的錯 疫苗買不到 而是中共打壓 那我們的疫情會變嚴重 原來搞了半天是病毒 也是因為這樣的關係 連3加11破口是你管制最基本的措施 後來變成0加7 這兩個一系列你沒有得到檢討 沒有得到反省 到了後來又再來0加7 再來一次讓民眾再來忍受一次 這些痛苦的時候 你邊境管制出問題的時候 現在那個所有的問題 又要甩鍋給中共 可以甩得好遠啊 永遠甩就對了 這個是白答題 有點像我們小時候講 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一樣 標準答案 反正攻擊你 批評你 永遠都是老共的錯 只要打回去中國大陸 貼個紅標籤 似乎這一關就可以過了 我們看到其實呢 在3加11的這個部分呢 事實上這個委員們真的是窮追猛打 還有民眾黨的立委邱承遠 他也要求陳時中是不是要為3加11 下台負責 畢竟死了800多條的人命 那陳時中還回嗆說 不懂委員為什麼要這樣講 因為整個案情 3加11的案情已經都控制住了 好那 行政院長孫昌呢也在旁邊幫腔 他說 陳時中的是長期 非常認真的 指揮官 叫他下台 就是不對的 現在蘇院長跟陳時中都綁在一起了 要走就是一起走了啦 要走一起走 我看時間也差不多了 因為不是 我這要講清楚 蘇院長的狀況 他是 等到他沒有辦法再幫這個 政府擋子彈 又或者是他已經變成是 蔡總統的 復分的時候 他會離開 那當然蔡總統他必須要有 能夠取代孫昌昌院長的人 這第一個 陳時中部長不一樣 他一直有參選台北市長的 動機跟企圖 那他也在做準備 對 所以 他現在是變成是 原本如果沒有在5月發生這個 這個疫情的話 他在5月之前先抽離 那他去參選台北市市長的時候 至少綠營的基本盤會完全支持他 可是從5月到現在9月這4個月過去的時候 再加上很多的發言 讓大家覺得不是那麼滿意 台北市的選民是自主性非常高的 他們可能沒有辦法接受 這種時候 你再還沒有處理好 你的形象也沒有扭轉回來的時候 跑去參選台北市 那等於就是 等於就是直接送上去當把子 所以他也不知道他什麼時候要卸下這個工作了 所以其實現在目前的狀況就是 為什麼會一直持續下去 就是蔡總統他 也沒有其他的人能夠出來收拾現在目前的這個爛攤子 何況年底馬上就要進行公投 公投的結果會影響民眾對政府的 各項的不同的看法 那現在看起來 疫情的狀況在立法院 就是打爛仗啊 因為你根本沒有做好準備啊 3加11為什麼沒有會議 我到現在還是堅持沒有 可是那個明明第一次人家問你的時候 你還推給別人 說是陳忠彥去的 這件事情太匪夷所思 因為明明就是你做的決定 你卻說那個會是別人開的 後來還講說是弄錯了 記錯了 怎麼可能會有錯 因為這件事情很重要 那航空業界確實是爭取也談了很久 那你最後在4月43那天晚上拍板 4月14宣布4月15開始執行 你是指揮官耶 對 你怎麼可能會不知道呢 然後呢在那個報告當中 昨天的那個報告當中 裡面其實寫的就是 該解釋的沒有解釋啦 然後那種 舉光原地寫一堆啦 對 你剛才寫說什麼 我們必須要攻守千倍啦 棒球賽 給觀眾朋友看一下好了 你可能沒有看過 大家奇聞共賞一下 有沒有 他說即使是冠軍隊 過程中不免會漏接一顆球 或是一技揮棒 落空 請大家要 是啊沒有錯啊 可是問題是我們不是冠軍隊 我們不是冠軍隊 你還沒有上大聯盟 現在我們只有在1A或2A 也要搞清楚啊 所以今天到立法院去 就是就事論事嘛 3加11怎麼決策的 去年東洋為什麼不買3000萬 然後還有各項的 好像剛剛錢秋講的 難道我們台灣是有奇異博士 是不是 我現在手畫一圈以後 我就滑到日本去了 滑到英國去了 滑到印度去了 再手畫一個圈以後回來以後 啊病毒回來了 當然就是從境外進來的 我們中華民國我們這個台灣 就是一個島 四邊都是海 在對戰旗艦的話 偷渡其實也都嚴打 你告訴我哪裡偷渡進來 偷渡進來那個 帶來病毒的人 他現在人在哪裡 他沒有發病嗎 他接觸的人是什麼 所以這很清楚的 就是從機場 從這個國外帶回來的 你看那個 上禮拜有一個20幾歲的 在清理機艙有沒有 他也馬上就確診了 因為病毒顯然就是會跟得回來嘛 所以3加11不是不能討論 可是你應該給他們完整施打疫苗以後 然後去監控他們 去監控他們的身體狀況 那當時並沒有 讓他們打完兩劑疫苗 你就已經把它變成3加11 所以大家檢討的是這件事情 不是一定要誰怎樣 可是你要把那個錯誤的部分 給找出來 才有辦法以後不要再犯一樣的錯嘛 好那說到疫苗採購的部分 也是這一次的質詢重點 然後我們來看到呢 這個是民進黨立委 羅志正呢 就在質詢 陳時中 關於疫苗採購的數量說 在去年決定採購3000萬劑的疫苗 這個數字是怎麼推估的 那陳中說當時是以六成接種率為目標 初步預估是2500到3000萬劑 當然這個數字後來看 是有一點 估算 錯 誤 好那說當時 採購 施打的 第1劑第2劑是所謂的賣方市場 但到第3劑第4劑應該就會趨向於買方市場啦 所以是要先將前2劑的量買起來 那陳中就說他現在承認錯誤了 因為呢到第3劑 還是賣方市場 我這個有點 訝異 就是 陳中居然會認錯 會認錯 那當然他面對的是他們自家人 自家人不一樣 民進黨立委 羅志正 如果是無事後來問的話 他就不會錯了 老公的錯 就是老公的錯 對啊 那你覺得同樣的同黨立委 高家餘問呢 他會認錯嗎 也不會 對不對 連教授要問哪些官員打了疫苗 他都不敢戰 我跟大家講 如果這個不是羅志正問的 是吳思懷問的 我就馬上跟你模擬 他就會講什麼 他就跟他講說 那委員 如果買這麼多都你講 那你當指揮官就好啦 那買了以後如果沒有人打怎麼辦 我怎麼會知道當時要買這麼多 我跟大家講他現在承認他是6成對不對 我就跟他講 這也是錯的 我現在就跟他說 錯的 錯的 因為6成要到1300萬人 1300萬人要2600萬劑 對 原本我們是買1981萬劑 後面是加高端聯亞 你不知道會不會成功嗎 你今天怎麼可以把不知道會不會成功的東西算進來呢 他這樣問你每個月賺多少錢 他說我薪水是3萬 他說不是啊 你的薪水應該要5萬吧 為什麼 因為你有可能會得那個獎 你就會多2萬 那我沒得獎呢 你有可能抽樂透 你明天就不用來了 所以你真的能夠有的對不對 真的能夠有的疫苗 你要告訴人家能打的 世界上也可以 我們買的 1981萬 505的莫德納 COVID-19476萬 再加上1000萬劑的AZ 1981萬 每個人要打2劑 那就是多少人 900多萬人 沒有到1300 對不對 那我這樣講清楚了嘛 你跟我講6成 你根本就把它當成流感 我講白一點 因為以往流感 1點就打到六七百萬人 你覺得其他人不會打 那你有沒有看到全世界各國是怎麼買的 剛剛第1張 毛起來買 加拿大3800人買4億劑 日本1.2億人 買了6億7億劑 美國也是一樣 買20幾億 那你沒有 你沒有看一下人家是怎麼買的嗎 所以其實 他就覺得說我們不需要打那麼多疫苗 而且他也覺得說我們不夠打的疫苗 醫事人員以外的疫苗 像我啦你啦 錢秋啦 我們就打 國產的 高端聯亞就好了 可是高端聯亞現在有一半也掛掉 聯亞根本沒辦法打 高端有人打了以後 是他媽咽了半天也不知道自己現在要打什麼 所以這是風險 這是要打不打 而且高端放在那邊已經那麼久了 這兩天BNT全身開始打 高端依舊 我再提醒一次 依舊有將近20萬劑是放在 不是將近 現在打了72萬 72萬有94萬 還有21萬劑 就放在那個注射站可以打 有沒有人去打 沒有啊 就很少了 每天就是一定 幾百人 如果他是莫德納 他早就已經 一天就被打了 一天都二十幾萬 莫德納一天都二十幾萬 所以 我只是跟大家補充一下 這個算法 是代表他當時到底怎麼算的 如果你告訴你要打6成 那你就要買2600萬劑的國際疫苗 後續再補嘛 對不對 有沒有 沒有 因為我們一開始的第一階段只買了 1981萬 那個數字 是騙不了人的 今年的2月26號 陳松部長不喜歡做會議 但是立法院公報有 2月26號陳松部長跟孫昌院長 今年 在立法院講的 買的疫苗數是 1981萬 只可以打 900多萬人 沒有辦法打到 1300萬人 還是 潛舊會不會陳時中掐指一算 說反正別人會捐疫苗給我們 我們看到這兩個 立法院再捐23萬劑啊 而且人家 衛生部長怎麼把話說得這麼明白 說AZ在他們國內不受歡迎 所以就捐出來 那日本更是五度送給台灣啦 那我們也知道日本不打AZ嘛 所以現在是我們 專檢人家不要的是不是 那我當然會很歐啦 台灣也不是沒有錢 也不是買不起 其實台灣人所有納稅人 我們的國民應該看著都覺得很不爽 很不爽 我們給了他這麼多的權限 立法院通過了這麼多的預算 特別預算也一直在追加 而這些買疫苗預算裡頭 你卻像 這其實凸顯了他個人的格局 真的不能怪人家說 以他的職業 牙醫來規格 他真的是把買那個 牙醫的醫療耗材的 這個規格 要夠用啊 要洗衣服啊 要珍惜 他的這個過度保守的 這個採購 其實在所有的 世界各國的 國際的疫苗採購上 是完全是逆國際而行 只有我們是這樣子來做的 而且你有機會可以採購的時候 你不採購 他都知道 現在賣方市場 大家都要搶的情況之下 你還不加重金 或加大量 去採購 去爭取 拿到疫苗的機會 還要在那邊自己玩 政治跟文字遊戲 然後在那邊 甩鍋土口水 然後再來說 其實這個賣方市場 你買不到 你記得嗎 那時候郭董娘要來捐的時候 他還說 我跟你們保證 其實這個買不到的啦 沒有他們想的那麼簡單 是不為已 而不是不能為之 所以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陳時中 他的專業能力 一再的在這些事情 事件當中 自曝其短 顯示他的不足嘛 那在這個不足當中 如果你懂得反省 從前一次 去年 你的採購錯誤 政策不對 那趕快修正都還來得及 問題是他又是一個 不會反省的人 所以不斷的一直在 自我說謊 自我催眠的情況之下 到今天在立法院 面對其他在野黨立委的時候 只有一直不斷的重複說謊啦 跳針啦 在致圓期說 只有難得 面對自己 同黨的 國會立委 國會的立委的時候 終於也忍不住 透個口風說 對啦 其實也有錯 其實我想 還是因為羅智正也算是有做球給他什麼的 午夜夢回時應該都會後悔嗎 還是真的是就可以媚著良心 從頭講到尾 其實是800多條人命 如果你早一馬進來都可以不用有這些問題的 那你現在已經還在高喊說我們要第三季第四季 對 吹牛說明年會有幾千萬季要進到台灣來 那如果你你的專業 超前部署 應該就要預先知道這個 不只是 這兩季而已 還有第三季第四季的話 你怎麼會淪落到今天這個地步 你連第一季第二季都沒有準備好 讓我們成為全球的疫苗施打後段班 兩季疫苗施打率現在才才7 對不起現場有個我做了完全沒有打的 一季都沒有打 對這個機率其實也是不低 我沒有 我們是年輕女性再強調一次 在這種情況之下有多少的 國民其實這個 生命安全 他很傲慢 他教導說 可是我們疫情守得好 我那天搭個計程車其實很有趣 他說其實我們疫情第四季能夠控制住不容易 然後他就突然很酸的說 我們都是政府做得好啦 都是他們官員做得好啦 我聽出他語氣的無奈 他說 反正我們錢他隨便花也都是他們做得好啦 然後我們死那麼多人 他也說他做得好 其實都是靠我們人民不是嗎 我們這些人不要玩在手裡 我覺得 好有道理 他說因為他都是看中天新聞知道的 相信其實民意會知道的 民意在沸騰 第一個知道自己有沒有打了疫苗 安不安全 再來這些一天到晚用騙的 話術 到底還能夠騙多久 真的是笑死人了 立刻訂閱中天電視 支持監督的力量 在中天 中天新聞不會消失 只會更強大 所以說 我們聽到一定的 有評不妨 如果問有評悅 我們一定會問有任何的 不能傳出